欢迎回来宝贝们继续来看一看立体二 有一个正方形的花坛 这个正方形的花坛呀 边长是六米 在这个正方形花坛的四周围上栏杆 想问的是栏杆长多少米 好的 想让我求一求正方形的周长了 特别容易 这道小题呀 快快跟着乐乐老师一块完成 好吗 准备 身体要点 正方形的周长怎么去求呀 正方形有个特别特别突出的特点 是什么呢 哦 它的四条边都是一样长的 特别棒 那么我们知道了一条边的长度为六米的话 周长你会吗 当然会了 所以呀 我就可以直接迅速报数得几呀 对的 四六 二十四 怎么样 一步是不是就搞定了 哎 是的 所以正方形的周长 哎呦 特别的简单 我们赶紧呀 我们赶紧呀 来总结一下 注意了 正方形 一条边的长度 我们给它取名字 叫做边长 理解起来 既得正着会用 也要反着会用 好的 那下面呀 跟着乐老师快快来看一看拓展这一道小题吧 露露露 用一根长 二十八厘米的绳子围成了一个正方形 那反过来问大家 这个正方形的边长到底是多少 知道了周长 想让我去求边长 你会做吗 特别快 真好 同学们 现在跟着乐老师更快来做一做 那我只需要怎么样啊 哦 我只需要把周长平均分成四份不就OK了吗 所以周长二十八除以四 你看看不就是我们要得到边长吗 好了 所以本题非常的容易 还是老样子 公式要很熟练 好的 那就是边长等于什么呀 A等于周长除以四了 怎么样 知道小题 你做对了吗 好吗